欢迎们大家好,我是猫林 过年期间,大家家里肯定团了不少大米 开大米袋非常费劲 特别是像这种信封设计 如果开的不好,不光线头容易掉进大米里面 同时,这个米袋还难以将它封住 今天猫林给来分享一个非常棒的小绝招 咱们只需记住一句口诀 就能在三秒钟的时间内快速打开大米袋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像这种信封包装的大米袋 很多朋友通常用的两种错误拆法 一种就是用剪刀直接将袋扣剪开 那么咱们的袋子很难封住 第二种错误方法就是直接用剪刀将中间的线挑开 线不但挑不开,还容易掉入到米袋当中 咱们的大米和线混在一起非常难以分开 其实想要拆开大米袋非常简单 卖大米的老板娘给我分享了一句口诀 咱们只需记住就可在三秒钟的时间内快速拆开米袋 这句口语就是单线向我从右往左 双线向我从左往右 米袋的正反它的线都是分单线和多线的 多线是由多根线组成 而单线就是由一根线组成的一端 我今天要拆的这袋大米呢 它用的是最新的线封方法 不管是前边还是后边都是由两股线组成的 不过一股呢是单股线 另外一股是多股线 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拆两次 分两次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句口诀 第一句单线向我从右往左 单股线的一面对着自己从右边开始拆 这里呢我们可以用剪刀 如果用剪刀的话直接从第一个扣这里将它挑开 如果不用剪刀可以像猫妮这样徒手将它拆开 将正反两根线给它分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拉 大家看一下这时咱们就可以一拉到底 是不是特别简单 上边的这根线拆完了 现在我们来演示下边的这根线 这根线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句口诀 双线向我从左往右 双线的这一股线对着自己从左往右给它拉开 大家看一下同样的也是徒手可以将线头给它扯开 非常的方便 一拉到底是不是很简单呢 现在咱们整袋大米就已经全部拆好了 最后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咱们这句口诀叫 单线向我从右往左 双线向我从左往右 不管是从哪一边 其他咱们按照这句口诀来拆 都可以将线头一拉到底 不用剪刀三秒钟轻松拆开大米袋 怎么样 今天猫妮给大家分享的这招 开大米袋的好方法您学到了吗 学会以后不妨自己再压 也试一下吧 我是猫妮 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妙招 欢迎在明天下方 试试点一个关注吧